加大學生命案疑兇曾在灣區被捕 事緣在上星期四設殺一名洛杉磯加大女研究生的疑兇 被媒體披露之前多次犯案 曾在一年前在灣區Daily City被捕 凶殺案發生於1月13日 24歲的死者Biona Koffer被襲擊時 正在南加州Pasadena市Craft House家具店獨自工作 後來有顧客入店發現她已經總都身亡 警方懸賞25萬元緝空 並在星期三中午左右 逮捕了30歲的Shan Levin Smith 在警方公開的監控錄像顯示 在兇殺案發生後的半小時 Smith休閒在71便利店購物 根據ABC電視台獲得的資料 自2010年起 Smith在南卡羅來納州被捕十幾次 2020年她也在南加州Kovina 因為持有作物被警方逮捕控告 其後被釋放 而在2021年1月 Smith在灣區Daily City被捕 罪名是拒捕妨礙公務 以及故意破壞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我們下期待會 我們下期待會 的請問 這邊請問